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揭幕启用减重诊和门诊 包括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以及国策顾问童勇 和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陈怡等人都亲自到场祝贺 光荣家商太古队 为卫生福利部机动医院 庆祝成立125周年院庆节目 由机动医院院长林庆峰 副院长陈维达 以及秘书李林美 分别表扬基优 以及资深医护人员 赤工等并且启用减重诊和门诊 我们基隆院走过125年 特别是这几年 我要非常谢谢王毕胜市长 他当时带领我们 其实我们最记得是 那个保评信号2月8号 其实前一天2月7号晚上 王市长就打电话给我 说建宏你明天 10日的医护人员 你就要去死亡码头了 我说晚上10日10日 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在睡了 但是告诉大家 我们使命必达 第二天早上9点 一大早我们就到西安码头 完成2000多位的保评信号 游客还有员工的裁检 当天晚上这个陈时中 部长指挥官就宣布所有阴性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台湾 这个一刹那之间 松了一口气 当然防疫这一段之间 大家防守的非常好 特别要再次代表医院 谢谢我们所有同仁 第一线的医护同仁 包括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以及国策顾问童勇 和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陈怡等人 都亲自到场祝贺 肯定在林庆峰院长 六年来领导下 基隆医院在各项 软硬体方面的进步 提供民众更舒适的就医环境 同时期免基隆医院 继续努力改善软硬体设施 提升整体医疗品质 持续守护大基隆地区 乡亲的健康 我这边另外也要代表 疫情指挥中心 我以指挥官的身份 要谢谢这个基隆医院 林院长带领的所有团队 在疫情之中给我们的协助 刚刚提到这个保评信号 那时候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 但是可能民众有点忘记 我想那些任务 还有包括后来的 这个机场裁剪的 种种的这些任务很多 都基隆医院都很圆满达成 我这边代表指挥中心 要谢谢大家 从长照是重要 急救更重要 现在跟台湖医院长来加强 现在还没有转变 要不然就跟我们拗住了 所以希望我继续下来 我没有继续跟你建议 今天为这个改建的目标 不要再勾住了 这勾住了 勾住就勾住了 我这最勾住了 基隆市立委 蔡世印办公室副主任余瑞博 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廉机要秘书兰正宗 以及卫生局秘书朱春凤 基隆市医师工会理事长 王振旭等人 也到现场道贺致意 活动现场也特地播放 基隆医院125周年 院庆防疫纪录片 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近三年来 全体医护人员使命必达 执行各项防疫任务 守护民众健康的付出 也让贵宾们肯定又感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发生后 各个社福团体 都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协助心智障碍者就业自立的 小鱼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也是如此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和基隆长龙桂冠酒店合作 捐赠一辆全新的交通车 给小鱼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命名为快乐好 在志工指导下 小鱼儿们又是跳舞又是唱歌 用具体行动表达感谢 因为张龙发慈善基金会方面 捐赠一辆全新的乡型车 给小鱼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作为交通车使用 小鱼儿基金会他们有一个梦想之家 距离比较远 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提供一部车子 让他们小鱼儿来往之间 可以更安全更方便 那我觉得小鱼儿一直在照顾 这些小朋友 我个人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们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也希望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这辆交通车被命名为快乐号 创立小鱼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 董事长赵玉琳 对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雪中送炭的善行义举 非常感激 有些家长有时候生病什么的 有些家长没办法出门 那小朋友也没办法自己出来 所以交通服务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 吴董事长还有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在那么多年的帮忙之下 能够今年在大家疫情这么 就是我们真的 今年我们的营收真的是蛮悲惨的 所以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刚好我们吴董真的是 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真的真的 如果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是还蛮欠缺 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 协助举办这项政策仪式 并招待小鱼儿们享用大餐的 基金长龙固样酒店方面也很开心 可以共襄盛举做爱心 基于厂长企业 他本来就是对社会福利的一些贡献 都会积极的去争取 那这是因为藉由我们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他的捐赠活动 那我们做绵薄之力来提供场地 跟一些其他的辅助 来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完善的一个举行 对于张龙发慈善基金会的帮忙 小鱼儿们也在卡片上面写下 感谢祝福的话语并大声说出来 送给我们一辆车 到我的身体身体健康 给他使用车子在 感谢您送我们车子 可以带我们去外面上课活动 学新东西好担心也辛苦你们 据了解小鱼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目前共服务30位左右的心智障碍者 基金会方面希望透过教导小鱼儿 学习餐饮服务及糕饼制作等技能 协助小鱼儿自立自觉在地终老 也呼吁社会上能有更多三星人士 响应张龙发慈善基金会的爱心 支持小鱼儿透过自己的力量 安心生活勇敢祖梦 想要看精彩篮球比赛的市民有福了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立邀下 知名职业篮球队台皮英雄队11月10号 将在海洋大学和基隆联队进行友谊赛 蔡世英也表示将邀请职业篮球队 以基隆为主场落脚基隆 来完善基隆的体育设施提升篮球发展 台皮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 将写有全绿与负贝号三号的球衣 赠送给三间基隆市篮球委会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 蔡世英也回赠基隆美食原位主角 祝福台皮篮球队能成为基隆的主角 双方在基隆市民传国中体育馆召开记者会 共同宣布11月10号台皮英雄队将与基隆豪手组成的联队 在海洋大学进行一场友谊赛 透过我们基隆的在地球队跟台皮职业篮球队 做交流友谊赛 那这样的状况主要是提升我们基隆的篮球的活动 那世英做一个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那我们同志委议员跟张湾议员也是副主委 我们都很支持篮球的活动 篮球因为住在室内的一个场馆的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在基隆下雨的天气过程当中 有这种室内的场馆 让基隆市民有一个可以休闲 不论是看比赛看精彩的比赛 或者本身来参与篮球活动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点 皮呢我们都知道台皮有一位传奇球星林志杰 那以前我们台皮有一位老教练叫富敏仁教练 其实他们都是基隆在地人 而且在基隆的这个对基隆的篮球的整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另外呢其实基隆本身他的篮球风气也是非常兴盛 所以呢那我们等于说我们台皮篮球队也有这么久的历史 那其实一直跟基隆的篮球我们也有很好的结合很好的配合 所以这一次呢蔡委员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来跟这个基隆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篮球活动 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除了邀请职业篮球队到基隆进行交流 蔡世英进一步表示将力邀职业篮球队以基隆为主场绕脚基隆 目前台皮队有很大的意愿 他会极力促成把职业篮球比赛带回基隆 目前我们正在跟台皮在洽谈当中 那台皮也表达他的意愿 愿意未来有机会到基隆设主场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讲 基隆的篮球球迷就非常的有眼福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篮球球迷 一直期待我们能够跟几个重要的大都会一样 拥有我们自己主场的球队 同时担任基隆市篮球文会副主委的 基隆市员张浩瀚与同志委也认为 职业篮球队进驻基隆 不但能有助于基隆市篮球发展 对有志于成为直篮选手的基隆学生球员 来说更是一种鼓励 在职业球队进到基隆了之后 也可以透过大家的一个能量 来共同培育我们在地更多年轻的学子 那希望再度把我们基隆的一个篮球 的一个选手的一个能量 打造成全台湾最重要 以及最厉害的一个篮球选手之都 期待台平篮球队可以进驻基隆 多年后基隆再次拥有自己的球队 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可以更加提升 我想这几年我们篮球委员会做 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希望让在地的篮球好受 有在地秀学 然后在地比赛 然后在地的成长 在地才与职业 台平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 则回应表示 基隆是很适合发展篮球运动的城市 他也期盼未来人与基隆市 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T1这个直篮 我们打的算是如火如土 对那其实每一个球队都有一个 很好的根据地很好的主场 那当然基于我们球队跟基隆 有这么多的一些感情的连结 还有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觉得基隆这个城市 他的篮球的这个风气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的兴盛 像以前的老国手洪俊哲先生 他也是基隆人 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 一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马上来响应 这样子 对那也希望以后在整个 我们台平英雄篮球队 也可以跟基隆市 基隆这个城市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连结 更多一些合作 11月10号的篮球职业表演赛 将在晚上7点 在海洋大学娱乐馆登场 蔡思音也欢迎市民踊跃到现场看球 体验职业篮球队所带来的精彩比赛魅力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 针对电动机车证件的落实 国民党机动市长候选人谢国良表示 未来会想方法来开拓市政府裁员 照顾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有特别提到市政重划基金 是可以拿来增加开发建设的收入 在开发建设收入充足以后 市府的其他税入 就可以利用大水库的概念 来增加社会福利 包括我的电动机车 我想林市长是非常的清楚 对于国民党北北基桃的候选人 多次联合造势共同拉台 展现团结气势 未来如果顺利连线 谢国良表示将会组成 联合市政平台 加强首都圈的联系沟通 为民众来谋福利 未来三周我想北北基 包括侯友宜 蒋万安谢国良 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发挥 我们联合作战的能力 共同抢下北北基 再加桃源 希望我们这四席都能够当选 相反的你看到民进党 他们彼此没有办法合作 蔡世英不敢找陈时中来 陈时中也不要蔡世英去台北 他们各自孤军奋战 甚至同属正国会的林佳龙 跟蔡世英也都是各选各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四个人的联合作战 一定会达成最后 我们想要的联合获胜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想要知道说 如果北北基有连线的话 对基隆的未来有什么帮助 北北基陶我们四个首长 未来如果都当选以后 我们就会用LINE群 如侯市长所建议的 组成一个联合沟通平台 不管是救灾 不管是台风天的上课 不管是上班 以及其他交通的合作配套 我们都可以立即的在北北基陶 四个首长的联合施政平台 来共同的马上做一个统一的决策 跟方向 我相信这个会比四个县市首长 都在不同的政党 彼此之间有隔合跟戒递 这样子的一个 不能紧密合作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我们四个人 会是最适合的一个选择 记者黄日升 记用报道 我是童志伟 四年来 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彭之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地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中家宽屏 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鲜上网1G 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三十五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11月8号起 限时五天 要办要快 针对国道一号细子段边坡摊房 对交通造成重大冲击 市议员张渊祥提出呼吁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加强落实检测 定期上网公开边坡检测状况 这是国道一号走山 在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 我有一几位计程车的好朋友 他们就是从台北过来到基隆 就在跑车的时候 突然打来问我路怎么走 我也吓一跳 就是说他们回到基隆之后 民众跟他讲 不要再上中山高 不要再往八渡 不要再往哪里 找不到路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走平面 平面也塞 那也不能上高速公路 也不能上外对快速道路 可见这个情形非常非常严重 那不只是计程车司机 我觉得更广大的 基隆市的通勤族 一定受到这次国道一号 在细止路段走山的影响 我还看到一个现象 国道一号走山之后 我自己住在基隆市的八头子 其实离这个国道一号 是相对比较远的 可是全基隆市的警察局 为了这个事情 全部从派出所到交通警察 包括易交都出来资源交通勤务 因为整个高速公路上不去之后 高速公路周遭的 这个系统交流道 闸道都一直回堵到 所谓社区里面来 早上五点多六点 就在我们脸书社群就传出来 出门就开始塞 要慎重考虑 整个火车站挤满了人 所以走山在这种重要的道路上 尤其在像基隆市 这种通勤族占比例相对非常高的 这样的城市里面 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借着这个事件 我个人建议 像我们前立委谢国良委员 就我所知道 他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2010年国道二号的走山 他就实际的请交通部 来针对国道一号 国道二号 在基隆相关路段 设出了十个所谓的监测点 但现在这监测点设下去之后 有没有定时定期的做监测 并把这个监测做公开的报告 现在大家网路世代 我们出门就会看车班什么时候会来 什么时候可以去搭什么样的车子 一样的 把这个监测点用在交通上面 也要公告给所有民众 有一些会关心的民众 甚至专家们可以取得这样的数据 给政府给相关单位 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我相信大家全民应该共同的来合作 我们政府有了相关的这些预算 做了设施之后 一定要定期定时定点来做监测的工作 并把监测的数据报告提供给我们所有大众民众们 来做参考 来公开透明这样的资料 这样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而且在这样公开透明资料之后 政府所承担的这些工作 也相对的会有和谐合作 以及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逐渐解封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在中山高中礼堂 举办炳君亲子故事屋 宇宙马戏团之幸福魔法书的活动 免费招待爸爸妈妈 阿公和阿嬷带着小朋友 观赏宇宙马戏团特技小丑等表演 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也看见大小朋友开心的笑容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逐渐解封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在中山高中礼堂举办 炳君亲子故事屋 宇宙马戏团之幸福魔法书的活动 免费招待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们 观赏宇宙马戏团特技小丑等表演 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也看见大小朋友开心的笑容 那炳君这次特别邀请我们好玩的剧团 来到我们的中山高中 来带来我们幸福魔法书的亲子表演 同时也提供很多的造型气球 美味的谈点 提供给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我们更邀请了我们仙龙国小 德和国小 还有我们中华国小的血统 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 那这个活动其实炳君在2018、2019年 都已经有举办过 但因为2020跟2021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暂时停办 今年再次恢复办理 就是希望再度借由活动 来看到我们大小朋友们的笑容 更可以让他们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 未来炳君也会持续 为我们中山区不管是教育、校园 或者是亲子攻坚 来去更多争取更多的权益 包含我们在10月28 中山亲子公园 也是炳君在为我们中山区 争取更多的相关的活动空间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也希望创造更多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来享乐 市议员张炳君也特地在现场准备点心 让大小朋友们一起享用 也制证五彩缤纷的气球 给参加活动的小朋友 因为能够看见父母亲和孩子们的笑容 就是最幸福的事 记者吴俊松 那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吗 那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边有针对双十一的优惠活动 对 迎战一年一度双十一大党 中加宽屏推出了全速率方案爆杀优惠 不论是单办宽屏 或是需要上网 结合有线电视的服务 消费者都可依照个人需求来选择 优惠期间 申办都搭配4K智慧机上盒 可轻松用电视机 看YouTube等影音 或使用智慧家庭服务 全速率爆杀优惠限时五天 消费者不妨把握 这热门的双十一大党 从11月8号开始起跑 为期五天的双十一优惠案 申办一拘光纤上网 搭配有线电视 一个月月付千元有找 那如果是单办宽屏的客户 120Mb相当于打了五七折之多 那我们还会额外赠送 像是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等 35个非常优质的频道 让申办者可以免费的收看 那有一些人在家中 有这个收讯死角的一些困扰 我们也推出了每个月 只要几十块钱的铜板价 就可以把市价几千元的 MASH机器给带回家 那除了新客户之外 也非常欢迎老客户 可以来电了解续约的优惠 看准消费者的上网需求 结合双十一的买器 宽贫业者推出给消费者 物超所值的优惠 也预期双十一大党将带动业绩成长 这个疫情以来呢 整个数位生活的带动 让家用宽贫也成为了一个民生必需品 不管是上班族居家远距的上班 或者是学生族群们在家中学习 乃至于减少了出门之后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家 有这个上网的行为或是追剧 甚至于购物都需要利用网络来完成 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 我们整个的业绩动能 大概会是平常时候的两到三倍之多 秉持顾客导向的理念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 中加宽贫也借由双十一大党 回馈广大用户的支持与期待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镜头带您来八斗子公园游戏场 居民发现公园有一部分区域 被人围起铁丝网 民众表示虽然属于私人地 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希望公部门要介入处理 来到儿童游戏场 各种游具提供孩子玩乐 但镜头往前走 却发现角落 被一整排的铁丝网给围了起来 小朋友其实是很喜欢这样子玩的 像我们也是会这样子玩的 像这个软软的 那你看哦 他今天他也没有防护 我今天如果在这边玩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想 地点就在金融八斗子山庄 儿童公园 居民控诉 有一半的儿童设施 被围在铁丝网内 就担心小孩玩游具 玩到一半不小心 会被网弄伤 是非常的夸张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小朋友在这边爬进爬出 然后你突然用铁丝网这样子围住 地上你看还有这个铁丝 那不然就是他全部把它围起来 不然小朋友其实还是在这边爬来爬去 你看他如果从这边爬进去 在那边拉单杠 在那边玩的话 跑来跑去跑跑跳跳 而且最主要是这边是八斗山庄的儿童公园 那既然是儿童公园 当然就是会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 那你小朋友在这边玩的话 当然要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 好天气的话夏天好天气 小朋友放学回来都会在这边玩 假日也会 好像是私人土地 根据当地居民私下了解 这一块是私人土地 为了宣示主权 地主用铁丝网设置路障 不想让人使用 而中正区公所回应将会在安排会刊 前方那边也有在做这个建设 可能这个已经会被划为那个私有地 但是无论无何 所以我们当时有跟那个区公所说的时候 区公所他已经同意安排那个会刊 那只是说在这个期间 其实还是有一些危险性 那如果不管是你私有地 他在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应该要做一个安全的围理 或者区公所他可能要做一个 基本的一个防护的措施 这个原本是属于大家 长久以来都是公用给社区来使用的 那你突然就把它围理起来的话 觉得蛮突兀的就是 为什么这块地就被隔离起来 大家都觉得都蛮纳闷的 既然是这个是长久以来是给社区来使用的话 纵然是你私人的地 那至少说你事先跟社区的人来做公告 来知会嘛 那当然如果你这块地 真的你私人的地没有多大的用处的话 以及把它报归为给社区来使用 这样子你还可以做一些东西慕林的 由于每到假日 会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 但游戏公园一般被铁丝网围住 就怕小朋友一不小心受伤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要尽快介入处理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八楼子渔港日前金船有车辆落海 紧销货报后赶紧现场 换上潜水桩搜救 最后在水深五米的地方 发现坠海的休旅车 而驾驶座一名六十多岁男子 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后仍然不治 详细事发原因 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背着氧气瓶的潜水人员 跳入港区展开搜救 因为传出轿车落海 有人受困车内 3号凌晨 一名男子将车子停在八斗子渔港 驾驶一度下车 不久就看到整辆车 冲入海里 一旁目击者吓到赶紧报警 我就直接冲到那边去 然后看到人 就是车子还不在海面上 我就赶快报警 到达现场时 已经发现车子已经沉入水底 那经调阅监视器发现 是一自小客车 银色自小客车 缓缓的驶入港内 那现场我们就立即派遣潜水人员 下潜搜寻 立即发现一名男性 逆着 无生命真相 由中正911送往三军医院 警校获报 派出前人员前往搜救 在水底下发现 68岁的男子身影 将他揪上岸时 已经没有心跳呼吸 至于为何车车会冲入港边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 黄少铭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武俊松 再会 正如今 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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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好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中家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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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jun出家當時 幾個台所寫 中家寺 中家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